台灣藝術界重要的獎項 台新藝術獎最近宣布入圍名單 並且在台式大美術館展出 台新獎今年有重大變革 過去會劃分為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 今年則是用時代精神 人文關注和未來性三大方向來跨越評選 今年的五大入圍作品 有藝術家用舞蹈探討人際關係 有音樂家向美國前衛作曲家 John Cage致敬都非常精彩 利用縫衣與肢體的變化 創造出快速流轉的情境 及當中瞬息萬變的人際關係 運用舞蹈 服裝 光影及剪紙藝術 交錯出視覺張力 這是編舞家何曉美的舞作 《親愛的》 名列台新藝術獎五大入選作品之一 表演場域也從劇場轉換為美術館 編舞家何曉美與策展人 對於舞作的呈現也有全新的演繹 何曉美的作品在這個空間 當然就比較能夠去凸顯他的作品的一個特質 怎麼樣把他的這種剪影的東西透過我們這種玻璃上的一種效果 讓他去呈現出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視覺張力 將美國當代作曲家約翰凱吉的作曲手法 藝術理念發揚光大 藝術家林桂茹拆解鋼琴 讓表演空間成為共鳴體 將琴錘連到手上成為樂器的延伸 以棉線連接琴弦與舞者董一芬的肢體 創造全新的藝術迴錄 吸引評審的目光 這是洞見體劇團的凱吉一歲 跳脫劇場黑盒子的框架 走進美術館的表演場域 藝術家林桂茹邏邀請民眾 親身感受作品的魅力 我們希望把它佈置成 還是一個大家來的時候會比較 可以覺得安心 自在 然後可以發現這些 你可能第一眼看到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你都可以碰碰看 然後他可能 他會給你很多的回饋 然後你可以再跟他產生進一步的互相 再來沒有反應 同樣以表演藝術姿態入選的 還有李明辰的D2O 以垃圾為物件將日常生活般上舞台 透過舞台上垃圾的不斷增生 帶出人們彷彿不斷被廢棄化的人生 以獨特的劇場風格 表達對環境及人文社會的關懷 其實他在裡面他其實在探討另外一種 就是說他所謂的D2O 就是說探討一種生活的態度也好 或者是一種我們跟環境之間 跟生活之間 跟人跟人之間的一種關係 廢墟藝術家高俊宏則以在地歷史眾生的視角 展開廢墟以向晶體計畫10個場景入選 透過滿地的煤礦讓民眾在看展的過程中 每一步都能感受廢墟的力量 同時看著高俊宏以曾有的舊照片為模本 在牆上進行素描或安排人物演出 透過攝影與文字的交錯 重現廢墟的歷史 藝術家蘇玉賢則是以錄像及裝置 將民間記憶轉化為富含政治社會影域與省思的藝術作品 那些地方是最高的地方 成立美後的半年共享之後 用紙蓋在上面 最像一片手臉 按了十九粒定會 上面用紙蓋兩方結尚度 很漂亮又很大半 是最高的地方 那片手叫做喜三世 開辦十二年台新藝術獎 今年首度打破過去以表演 視覺藝術評審特別獎三大獎項 取而代之的是以時代精神 人文關注及未來性作為評選的方向 也容納了藝術創作夠大的可能性